你以为它是EQS 罗罗罗 它是价格腰斩一半的奔驰EQE 哈喽 今天来带大家探店的是这台奔驰的EQE 展车是入门版值的价52.5万元的黑武士版本 确实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台EQE 你很大概率会把它认成奔驰的EQS 它确实很像EQS的浓缩精华版本有没有 大家能够看到它前脸的整个造型几乎是复刻了EQS的 同时中间的这一块格杉的造型是封闭式的 但是大家也能够发现到一点 就是它是完全的黑色的一个造型 但是如果在中配和高配版本上面 你能够解锁到一个奔驰LOGO的一个新灰的格杉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炫酷高调的风格的话 那么中配跟高配的车型应该是更适合你了 那大家能够看到这边两侧的头灯的造型 它点亮之后是非常神气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凌厉的眉峰的造型 同时你能够看到下方也用了两条很简约的镀隔式条 去进行勾勒简约而大气 符合它这台车型本身的这个50万级的价位 那么我们来到侧面 其实有一个我个人认为黑武士版本上面 更吸引我的这样的一个黑色的轮毂的造型 我反而不太喜欢中配和顶配上面的 那个封闭式轮毂的造型 我觉得这样子的造型更适合年轻人喜欢运动啊 酷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 那么我们再往后面来看 你能够看到它整个车身的感觉是非常的流线型 水滴型的 你几乎在这台车上找不到任何折线的线条 而这一切呢 都是为了整车的一个风阻系数来做考量的 同时呢 这边的隐藏式门把手设计 也是为了去降低一个风阻系数做到准备的 这个呢对于纯电车去提升它的整个续航里程 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么看完细节呢 再看它整个侧眼的一个姿态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弓型的 就像你去射箭的一个拉弓的这样一个姿态 那么在它原地静止的时候 有这样的姿态 它整个车身给你的是一个很紧绷的感觉 并且呢 它好像下一秒就要万箭启发冲出去的这种感觉 这个动态美感呢 我觉得EQE上面是做的相当好的 那么来到车尾呢 其实又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个人最最喜欢奔驰EQE的一个外观元素的设计细节 就是这个尾灯的造型 你往远了看呢 它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它的细节之处 它的这个尾灯的这个造型啊 是螺旋状的样子 这个你在别的品牌 别的系列的车型上面 一定是看不到的 而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对于买这个价位的新中产的家庭的人来说 也是相当需要这样一个特别的元素 去给到它们一定的识别度去 有故事可以讲跟家人啊朋友去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特别的元素 那么我们再打开后备箱来看看它的行李箱空间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它整个行李箱的空间呢 属于比较规整的 也是比较符合你对于这样车型 这样体格的一台车型的行李箱的期待的 那同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吧 就是我在之前试驾奔驰的EQS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喜欢它那个先辈的尾门的 它整个开合 整个明亮的那种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EQE没有继承到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那么先带大家坐进二排来体验一下 为什么先进二排呢 是因为这台车啊 它整个车长不到五米 但是它的轴距却来到了三米一二 是相比燃油的长轴版的一级 还要做得更好的 这个呢也是得益于 它是一个纯电平台所带来的一个独有的优势了 那么我坐在这个二排 首先第一个感觉啊 是前后左右的一个空间感是非常的棒的 而且它的整个座椅的这个填充啊 它的一个支撑性 就是相当Q弹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get到 就是一个很舒服 料很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同时二排的乘客的这个视线呢 也是相当通透的 虽然说它这个全景天窗中间也是有个衡量在 但是呢它往后延伸的比较的充足 所以说呢你在二排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有压抑感啊 觉得头很顶这个车顶啊 完全不会 那么来到前排呢 驾驶位我觉得是整个这个座舱的一个宇宙的中心了 有没有 它首先啊 一块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再加上12.8英寸的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中控屏 整个座舱的设计呢也是环抱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说 他喜欢EQS上面那个三块贯穿式的屏幕 但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EQE上的这套设计 因为呢它留给了中控台更多的细分 去做出更多细节所透露出的品质感来 那么细节之处有哪些值得把玩呢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很大块的这个木纹的饰板 不会给人油腻老气的感觉 反而它和上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质感是相得益彰的 而且啊 它整个座舱所包围的这个氛围灯带面积相当大 有一种它的一个存在感非常强烈的感觉 你在夜晚驾驶这台车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 有一点那种笨迪的小氛围有没有 再看空间啊 它这边中控的扶手台呢 这个里边的空间呢属于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 它前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去放你手机去无线充电 还有两个Type-C的接口 还有一个小的杯架 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一个空间表现 但是啊 它这个底下不是做了一个双层的这个空间吗 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放一些女主人的包包啊 鞋子我觉得都是不带话下的 那再说一个我之前有试驾过EQS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是它这个座椅的这个椅坑太低还是这个中控台整个设计做得过高 就是你总得是把这个椅子去调得更高 你才能去适应这个前方所带给你的这个驾驶的视线感 这个呢 是我觉得刚刚入手这台车需要去跟它适应的一点 那么说到大家相当关心的纯电车型的动力和续航方面呢 奔驰1KE它呢全系都是搭载的后置单电机 它的功率输出呢最大可以达到215千瓦 通知扭矩呢来到了556牛吨米 这个照明数据的表现呢 对于我们日常城市通勤啊跑个高速啊 完完全全都是没有任何的动力焦虑的这个水平了 那么续航表现方面呢 它全系也是配备的一个96度的电池 在这台入门版车型上面呢能够达到752公里的这个CLTC的一个续航里程 在中配和顶配车型上呢 续航里程也可以达到717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我们日常呢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办法安装充电桩的话 开出去快充也是没有任何续航焦虑的 它呢能够在不到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能够充到80%的电量 所以呢这绝对是一台动力表现够充足 续航表现呢也让人满意的一台纯电的EQE了 好了最后呢 其实我们今天啊是踩着一个工作日来探电这台车型 而且啊它在工作日的时候也是人气相当自足 我们也是等了相当久啊 才拍摄到了这一台奔驰的EQE 可见消费者对于这台刚刚上市的新车呢 还是有着相当大的热情来了解一番的 那么我们也咨询了销售啊 这台车呢因为也是新车上市 所以目前呢也是一个平价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没有任何的折扣 那么说回这台车52.8到58.5万元的这个指导价呢 我觉得是定的非常的合理的 因为相对于它的整个比较六边形的一个产品力 再加上它这个奔驰的这个标对吧 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而这个价格区间呢 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已知的市场上非常多热门的自主新势力造车 他们比较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因为呢他们也需要去借助一些 比如说换电的一些方案去减车架啊 或者说一个比较强的一块长板 比如说搭载双电机才能够去让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台车型去买单 但是对于奔驰完全不用 这样的一个定价对于EQE来说呢 也是比较谦虚比较让人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奔驰EQE的整个静态品鉴的所有信息了 如果你对这款车型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来告诉我吧 我是玛丽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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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